《人世间》的剧本敲定好以后 周炳毅最先确定的是余和伟来演 但是余和伟自从2019年之后就偏约不断 因为荡气问题便拒绝了《人世间》这部剧 随后李璐找到了48岁的新百青 而事实证明导演的眼光没错 新百青饰演的周炳毅恰如其分 并且多了一分书生气 面对妻子岳母 周炳毅的所作所为几乎都挑不出毛病 为了东梅放弃的升职机会 得知东梅不能生育后 就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 作为官员 他除了为周炳毅违反过一次原则 从未给任何人开过后门 生活几乎一尘不染 新百青饺周炳毅眼活了 风头有时甚至超过了 雷佳音实验的周炳毅 不过让四五十岁的人 演二三十的小年轻 也有观众评价 刚开始看的时候 为何感太重 四五十岁的人 演二三十的小年轻 一笑脸上一堆褶子 一笑就暴露年龄了 每次场上喊的最多的 就是让演员控制一下自己的皱纹 控制一下皱纹 这一笑蛮脸褶子的 首先注意眼角腕 然后注意抬头腕 同时注意 一样七五的 咱都包饭了 咱们别聊这事 不过我一气 雷佳音39岁 新百青49岁 樱桃也已经42岁 一开始导演觉得 樱桃饰演不出少女感 而樱桃用演技告诉她 这都不是问题 雷佳音就来小便 又年轻的好几岁 不得不说 演员惊淡的演技早已填补了这种违和感 反而为人世间添了几分时代感 不知道观众们觉得他们演的有违和感吗 宋佳接到人世间剧组邀请时 正在拍摄电视剧盛装 但因为暂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 因此剧组甘心等了宋佳一个月 饰演郝东梅的隋俊波 虽然名气不大 但在剧中的表现力和樱桃宋佳都不相上下 尤其与母亲争吵的那段戏 两人的演技一起爆发 光是一段被打的戏反复拍了多次 宋春丽老师都愧疚地表示自己手都打红了 但隋俊波却表示 好多没向周炳毅提出离婚这幕 看得多少观众眼前已酸 宋佳 这个报告只能是在哪里的 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 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但是我得把我的状况如实告诉你 因为你是我爱人 我周炳毅这辈子 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爱人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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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 特别的无私 特别的美的 原著中周炳毅因病离世 郝东梅三个月后改嫁 他给郝东梅留了三句遗言 一是说 他死后不必买墓地 把骨灰放在爸妈墓室就行 二是如果有人议论他 攻击他 千万不要去辩解 不要打抱不平 三是希望郝东梅能重新找一个好的归宿 于是郝东梅三个月后 嫁给了一个有钱的丈夫 甚至还去韩国整了容 从此有了新的生活 而在隋俊波晒出的剧照中显示 电视剧中两人应该是最终 白头偕老 安度晚年了 周炳毅曾经因为喝酒 喝出了胃穿口 或许最后经过治疗痊愈 顺利退休后 于郝东梅再次回到东北安详晚年 周炳坤出狱后 与郑娟开了宝子铺 平淡幸福 而周荣也改过自新 学会了付出 这样的结局或许是最完美的 新百姓在人世间饰演的大哥周炳毅 低调内敛 双伤都很高 精湛的演技 让她再次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在戏外 新百姓同样是一位优秀的丈夫 她是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 与中戏同学朱圆圆结婚几十年 一直是圈中的模仿夫妻 而新百姓在圈中做到了吉身四号 几十年来零绯闻 一次新百姓去到外地拍戏 二十多天没有回家 结果回家后发现 女儿一时时间没认出来自己 不敢与自己亲戚 从此新百姓就很少接外地的戏了 即便是推掉千万片酬的戏也要回家照顾女儿 西百姓与妻子朱圆圆早在中戏的时候就恋爱了 但当时的班主任劝他们以学业为重 两人因此分手了一段时间 短暂的分手让两人更加珍惜彼此 有一年冬天朱圆圆在哈尔滨拍戏 新百姓在深圳拍戏 正好赶上了休假一个星期 新百姓一咬牙买了张很贵的飞机票 折腾了一天飞到哈尔滨 在朱圆圆拍戏时 新百姓默默地帮朱圆圆把该洗的衣服全洗了 这件事让朱圆圆感动不已 新百姓更是表示实实在在地关心 才能让彼此更融洽 如今有了女儿 新百姓做什么都更有劲了 2019年获梅花奖 2020年参演800 2022年凭借任世间再次大活 事业有成一家人平淡幸福 或许这才是最令人羡慕的模样吧